主料,酸豆角300克,辅料,猪肉馅100克,盐,葱花,红辣椒一个,植物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准备材料,酸豆角冲洗一下切成较碎的段,红辣椒切细丝,炒锅做火烧热,入油,放入葱花,少取的辣椒丝炒出香味,放入肉馅斑炒,炒至肉馅出油,颜色变甜, 倒入切碎的酸豆角,搬炒均匀,加入适量的水,盖锅盖慢一会,加适量的盐调味,盛出即可食用,烹热技巧,酸豆角炒制的时间比炒豆角的时间要短,很容易熟,微酸的脆脆的口感,确实非常下饭,酸豆角在腌制的时候,已用到盐,炒制的时候,腌的用量非常少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